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昆仓传媒为您全力打造的 昆仑爵世界极限格斗系列赛 重庆战龙斗之夜的比赛现场 我是昆仑爵乔博 大家好 我是刘文波 本场比赛是昆仑爵 MMA 营量级洲级冠军 卫冕战 现役的冠军就是来自于中国的玉面杀手张美轩 而他的对手挑战者就是瑞奇 大战即将打下 好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了 好 张美轩上来就是一个高位的侧踢 张美轩的风格大开大合 毫不吝啬自己的体力 敢打敢拼 两个人互相的迎击 短头台 短头台这个挺紧了 已经很紧了 很紧很紧 我觉得张美轩现在心里非常的自信 他觉得这个短头台已经有了 但是看看这个瑞奇的反应 到底这个短头台有还是没有 睡着了 张美轩秒杀瑞奇 非常短的时间 就把来自于瑞典的著名选手瑞奇 用一级断头台 可以说在开场不久之后 就被张美轩一个断头台 给勒睡着了 这样的话张美轩就成功地捍卫了自己 昆仑局MMA营亮级洲际冠军的荣耀 十几秒钟也就 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 而且这个短头台非常的紧 在通常意义上来说 这个短头台除非拿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把位 才能造成这种在几秒钟上 贵手休克的局面 是这样 而且那个短头台是一个 有一个胳膊在一起的短头台 还不是一个完全拿头热 可以想象张美轩的功底还有力量 我们看这个托马斯帆 也是非常的有经验 下面宣布本场比赛的结果 经过裁判裁定 红方选手第一回合38秒 使用柔术断头台降服获胜 cev mai sen 有请昆仑绝大赛创始人江华先生 赛事总监托尼晨先生 为未免冠军颁发尖腰带 谢谢大家